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格雷哥·麦吉沃恩的《精药主义》 在这个过度互联选择成指数级增长的时代 高效能人士已难以应对 当下最重要的是成为一名精药主义者 著名主持人张绍刚 金利手机副总裁于雷 裂聘网创始人戴科斌 菲尼莫属制片人刘爽 股神沃伦巴菲特 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 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等为精药代言 Linkedon创始人李德霍夫曼 Linkedon创始人李德霍夫曼 赫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 Ideo公司的CEO蒂姆布朗 沃顿商学院教授 亚当·格兰特等连妹推荐 长期占据美国亚马逊时间管理类图书 荣获800CEO瑞的商业书籍大奖 华尔街日报畅销书 纽约时报畅销书 这本书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少计是多 当代人觉得压缩时间表就能扩大视野和改善生活 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 我们觉得自己需要拥有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成为每一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不可能拥有每一个玩具 我们也不可能体验所有可能 拥有和做到每件事并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快乐 现实中 锄币里堆满了我们从未用过的垃圾 我们的日程表上也塞满了无法完成的任务 相反 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本书教将我们如何识别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以及如何才能排除其他不重要的事 从而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毅力 以最高的标准来完成那些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将学到 为什么你应该把那件愚蠢的衬衫扔掉 当航空公司试图拥有一切时会发生什么 以及睡眠不足的优等生和酒鬼 有什么共同点 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工作 你需要采用精药主义的原则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太多的任务和责任 以至于我们很难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 即优先事项 即使我们努力去完成所有的任务 并挑选出我们应该优先处理的任务 我们仍然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少做一点 做得更好 精药主义指出 找出生活中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然后把剩下的事情做到更高的标准 不要认为我们应该完成所有的事情 而是要选择一些擅长的方向 精药主义不奢求你在很多方面取得微小的进步 相反 选择一个方向 在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上多做努力 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 并相应地更新你的计划 决定什么值得做 什么应该放弃 精药主义者总是在决定他所做的事情 是否真的值得他花时间 或者他应该把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更有成效的领域 最后 一旦从许多琐碎的任务中 提炼出这些少数的重要任务 精药主义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改变 虽然这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没有做到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本书将会揭露大多数人离精药主义有多远 如果被工作压垮了 我们就失去了为自己选择的能力 你是否总在说我必须而不是我选择 如果是这样 那么你就走了弯路 许多人由于习得性无助 而失去了对选择能力的控制 也就是说 我们习惯被工作和任务压垮的感觉 用被动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生活 习得性无助这个术语 起源于对狗的实验 在实验中 狗被电击 实验将狗分为三组 第一组的狗得到了一个可以停止电击的控制感 第二组的狗得到了无法控制电击的控制感 第三组的狗未受到电击 随后所有组的狗被放在一个大盒子里 分成两组 一组被电击 另一组不被电击 早期实验中 所有有机会停止电击 或完全没有经历过电击的狗 都跑向无电击的一边 只有获得无法控制电击的控制感的狗 待在受到电击的区域 无法适应 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无助 如果放弃选择的权利 我们实际上就允许了别人为我们选择 当人们认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他们往往会以两种方式回应 要么完全放弃 要么过于积极 接受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机会 起初他们的活动可能表明他们没有形成习德性无助 然而 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行使他们的权利来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机会 他们什么都做 另一方面 那些提供选择的人才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要接受少而精的理念 把权衡取舍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能回到过去 通过投资一家公司赚一笔大钱 你会选择哪一家公司呢 IBM还是微软苹果呢 虽然这些公司看似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但西南航空公司才是最好的选择 西南航空公司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为它专注于精药主义的一个关键原则 把重要的事情做到极致 西南航空公司并没有为乘客提供大量的选择 比如头等舱座位 餐食和座位预定 而是专注于一件事 让乘客从A地飞到B地仅此而已 这家公司意识到 如果试图做精到每一件事 他们肯定会失败 然而通过集中精力做好几件事 比如把旅客送到目的地 他们可能会成功 采用这种方法意味着做出权衡 可这可能是困难的 虽然看似很简单 但在实践中 我们总是会说服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 西南航空获得成功后 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决定模仿他们的策略 然而大陆航空公司并没有将业务削减至关键的迹象 他们误认为他们可以包办一切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继续经营他们的传统航线 创建独立品牌小大陆 同时提供廉价服务 结果同时采用这两种策略 导致运营效率低下 意味着小大陆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 最后 因为大陆航空无法舍弃不重要的业务 他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现在你已经清楚 人们偏离经药主义有多远了 下面本书将告诉你 怎样才能重新找到这条路 首先你要学会给自己空间来逃避 看到大局将帮助你挑出重要的任务 如今几乎没有人会感到无聊 智能手机赋予了我们大量的通讯和娱乐 无事可做时 你可以清楚地思考需要做什么 为了确保你有足够的时间 每天在时间表上留出一个休息时间 让自己有时间逃避一会儿进行思考 留出时间思考生活中 你面临的选择问题或挑战 这将帮助你评估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牛顿和爱因斯坦就用过这种方法 他们都把自己封闭在孤独中 以逃避琐事 从而给自己时间来思考开创性的理论 今天许多最成功的首席执行官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每天都会安排几个小时的空白时间来思考 然而逃避 不只将重要任务与其他任务隔离开来 你也可以用它来确保你一直专注于大局 人们经常迷失在琐碎的日常事物中 以至于忘了他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为了保持我们对重要事情的专注 精要主义教导我们应该关注大局 学会关注大局的一种方法是写日记 不要把每件事都写下来 要强迫自己尽可能少写 这需要仔细考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筛选出你认为重要的 当你回顾你的日志时 你就能看到大局 通过娱乐让你的创造力流动起来 不要忘记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成年人往往会把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 他们认为玩耍是一件既繁琐又徒劳的事情 它纯粹是为了娱乐 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换句话说 这是浪费时间 精要主义者认识到 玩耍是激发灵感的重要工具 如果你想发现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 你可以通过玩耍来解放思想 这样你就可以创造性地处理这个问题 玩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 它帮助我们在想法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 这种联系可能是我们从未想到的 它可以帮我们缓解压力 而压力是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之一 它帮助我们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和分析 推特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谷歌等公司 通过提供极兴趣喜剧表演课程 或者用巨大的恐龙或成千上万的星球大战小雕像 来装饰办公室鼓励员工玩耍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爱玩的员工 是一个有灵感和生产力的人 但玩耍绝不应该优先于休息和睡眠 非精药主义者看待睡眠的方式 和他们看待玩乐的方式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睡眠是一种奢侈 浪费了潜在高校工作时间 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睡眠可以提高你思考连接想法的能力 并帮助你在醒着的时候将效率最大化 一个小时的睡眠实际上 会让你在第二天拥有几个小时的高校时间 事实上研究表明 24小时不睡觉 或每周平均每晚只有4到5小时的睡眠 会导致认知障碍 这相当于你血液中有0.1%的酒精含量 足够使你的驾照被吊销了 无情地砍掉不必要的东西 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 我们总是认为 所有的任务和责任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春季大扫除的时候 你开始会想扔掉那些你从来不穿的衣服 然而你很快就会想 虽然我从没穿过这件衬衫 但也许以后某天我会想穿 所以你又留下了这件衣服 你的衣橱还是塞得满满的 该怎样避免这种思维陷阱呢 简而言之 你的标准要极端 一种方法是采用90%法则 从考虑你做决定的最重要的标准开始 例如 如果你在清理衣橱 你要问自己 我还会再穿这件衣服吗 然后在0到100之间给他打分 根据90%法则 任何小于90的数都是0 在考虑了所有选项之后 抛弃所有得分低于90分的选项 另一种方法是 如果不是明确的肯定 那么就是明确的否定 列出事物必须具备的三个最低条件 以及你希望他达到的三个理想标准 在决定保留什么东西时 他必须通过三个最低要求 下次扔衣服的时候问问自己 第一 他时髦吗 第二 我会每天穿吗 第三 没有人会因为我穿了它而嘲笑我吗 要成为精要主义者 你要坚决对不重要的任务说不 并仔细规划重要的任务 当你列出了所有需要做的事之后 要怎么做呢 放弃一件从来没穿过的衬衫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但当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 这些决定就会变得复杂 我们往往害怕说不 不会让周围的人失望 还可能会损害你与他人的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说不 只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才说是 这就需要把决定和人际关系分开 说不的痛苦 可能会让你后悔十分钟左右 但一旦妥协 你后悔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永远记住 不拒绝琐事 会让你错过真正重要的机会 记住你基本的意图 这个意图应该是既鼓舞人心又具体的 这将帮助你明确你的目标 假如你的目标是结束世界饥饿 虽然这个目标肯定是鼓舞人心的 但它一点也不具体 因此作为基本意图是失败的 由于其含糊其词 试图遵循这样一个重大目标 将变得十分困难 考虑一下这个目标 你希望为居住在下九区的家庭建造 150栋经济实惠环保 乃风暴的房屋 这个目标不仅鼓舞人心 而且具体 换句话说 你的目标非常明确 又一种方法 可以检验目标是否明确 问问自己 我怎样才能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达到了目标 如果你能回答得出来 那么你就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此外 本书还教导我们 学会从失败中抽身 设定界限 停止做不必要的事情 你是否曾经执着于 一些白费力气的事情 很多人都陷入过这种 沉默成本偏见 沉默成本偏见 指的是继续在我们 已经知道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上 投入金钱 时间 努力 精力的倾向 不幸的是 每一笔小的投资 都会让我们难以放手 因此 我们注定要失去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协和式飞机的惊人失败 尽管协和式飞机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工程成就 但其成本高昂 使其无力可图 注定要在商业上失败 无论如何 法国和英国政府都陷入了沉默成本的偏见 他们在意识到大部分资金将永远无法收回的情况下 继续在这方面投资了40年 其实只要有 其实只要有勇气承认你的错误 你可以很容易地避免这个陷阱 如果很明显有些事情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不要害怕放弃 以此来减少损失 此外 你还可以通过设置明确的边界 来避免这种事情 一个非精药主义者 常常把界限看作是不必要的约束 但界限才使我们在基本层面上获得了解放 想象一下 在一个繁忙的街道上 有一个校园 在这个学校里 孩子们只被允许在学校建筑院子里的 一小片区域玩耍 老师们必须密切注视着孩子们 待在这个范围内 但是如果在孩子们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 装上栅栏呢 这样老师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时间 他们不用担心周围的车流会伤害到孩子们 而且孩子们可以在那个空间自由玩耍 界限不是用来约束你的 而是让你的生活更轻松愉快 例如你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设立一个明确的界限 如果孩子不能出现在办公室 那么你不要把工作带回家里 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摒弃阻碍你前进的东西 并且你需要认真准备 一旦你决心坚持精药主义的原则 是时候解决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执行 成为一个精药主义者 需要你去发现 是什么放缓了你的脚步 然后消除它 而不是简单的寻找方法去解决它 例如假设你是一名童子军领队 需要在天黑之前把你的队伍送到营地 为了保持公平 每个孩子的背包里都有相同的补给 但一些孩子比其他的人行进速度要快得多 因此队伍会分散开来 后面的孩子们有可能掉队 第一个非精药主义的解决办法 是每隔一段时间让孩子停下来 但这只会让每个人都慢下来 而精药主义的解决办法是 从行进较慢的孩子的背包里 拿出一些补给 放到行进速度较快的孩子的背包里 此外 做好准备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障碍 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 常以为计划会按预期进行 但精药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 相反 他们会设想事情可能会出错 因此做出了正确的准备 无论是带孩子去学校 还是在工作中做演讲 你都要给自己预留50%的缓冲时间 这样你就可以留出空间 去纠正那些最终会拖你后腿的事情 最后 本书告诉我们精药主义的生活以自己为中心 按部就班的进行 如果你曾经一蹴而就 那么你的运气很好 但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行不通的 成功是建立在你之前的小进步的基础上的 需要一步一步来 小的成功会给你动力 让你有信心取得更大的成功 此外 小的成功也能让你审视自己 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从而让你保持在正轨上努力 虽然迈出一小步可能会令人沮丧 但要记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以加拿大李氏满警察局为例 多年来 他们试图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和惩罚措施 来降低犯罪率 但收效甚微 然后 他们决定通过采取预防犯罪的小措施 来彻底重塑他们的改革 当警察看到年轻人把垃圾放进垃圾箱 而不是随手扔在街上 警察会给他们一个小奖励 比如免费电影票和青年活动的门票 这些措施帮助年轻人不在上街上惹是生非 这一政策实行十年后 这一政策实行十年以后 该城市的再犯罪率从60%下降到8% 不管什么方法 你都需要通过设计一个惯例 不管什么方法 你都需要通过设计一个惯例安排 来确保你能坚持下去 这会帮你形成一种习惯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困难的事情会变得容易 因此建立一个与你的目标一致的惯例 是明智的 例如奥运会游泳运动员 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教练 让他在训练中遵循惯例 每次菲尔普斯早上起床时 他必须在脑海中想象出一段慢动作视频 想象自己完成一场完美的比赛 接下来 菲尔普斯需要在训练中 试图完成他想象中的动作 他坚持了很长时间 当奥运会到来的时候 他的习惯帮助他一次又一次 完美地完成游泳比赛 为他赢得了许多奖牌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只有少数事情 对我们的目标和幸福是至关重要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基本的事情上 学会做少做精 我们就能过上更有成效 更充实的生活 可行建议 设计你的生活 与其不断地给你的生活增加越来越多的责任和物质财富 不如试着找到精简的方法 从思维和日常生活中排除的琐碎事情越多 你就越能处理好真正重要的事情 好了 格雷格·麦吉沃恩的精药主义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